大家好啊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3号 新天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 菲律宾的事 昨天啊 去我们这边的一个商场里的打印店 打印点东西 结果呢 碰到一个邻居 这邻居呢 长得挺有特点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黑度吧 比一般的菲律宾人还要黑点 就是幽黑幽黑的 去黑去黑的 关于这事呢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是老天天在户外吗 怎么晒这么黑 结果呢 人家告诉我 他就是天生的 而且呢 他还以这个黑为美 他说白的不好 黑的好 我说为什么白颜色的不好 那就是皮肤白点不好呢 他说皮肤白点不紧脏 黑的紧脏 这几天不洗澡 你看不出来 我一听 这歪里邪居说 说的当然挺好的 然后呢 昨天呢 不是这个打印吗 打印完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说 说色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回家打兔头车 你跟我一块打兔头车 那个兔头车肯定不坑你 15匹一个人 我一想可以啊 我说行 但是回去之前呢 我还得先买一双架脚拖 你先跟我去买架脚吧 买完以后咱就走行吗 我说行 我就跟他去了 这男人嘛 买东西跟女的有点区别是吧 咱不挑来挑去 逛来逛去的 就是这个小孩打醋 直来直往 到了那呢 人家挑了一双349的这个架脚 挑完以后呢 那叫拖呢 就到这个收音台结账去了 我以为呢 就是当他一交哈 然后呢 就是一交钱 人一打包就拿走了 结果呢 出事了 我挺意外的 怎么回事这样的 收音台那服务员啊 扫完他这个鞋上的二维码啊 那条形码啊 就跟他说349 结果我们这邻居呢 就说什么呢 说我能那个刷卡 刷卡支付吗 那边说可以啊 但是呢 我只能刷340批 我再给你9批的现金行不行啊 然后那个服务员呢 乍一听呢 我收一愣 然后马上说可以 可以就拍 只要你付的够就可以 但是我听完以后 我懵逼了 刷卡刷340 交现金交9批 这他们是什么操作啊 是吧 要不然你是 卡上没钱了 还是你没那么多零钱 还是你先紧着 把卡上的钱花完了 还是说你要紧着 把兜里的钱先花完了 你还刷卡刷340 掏9批 我只折腾不过来了 后来我得折腾不过来了 这是什么操作 太牛逼了 是不是 我知道有合并支付 咱们也有合并支付 是不是 比如支付宝 给人转账什么的 或者转点这个钱什么的 这一卡不够 人家支付宝给你 抽两个卡里的钱 或者抽余额的钱 对吧 那好歹 关键你这刷340 你卡里到底有没有钱呢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卡里没钱了 还是你身上没钱了 他说我卡里有钱 但是我身上正好有9批 所以我想把9批花了 所以我让他从卡刷340 我听完以后 我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 有这么强大的菲律宾人 你知道吧 这肯定是可以放在 神奇人的研究部里了 你知道吧 你为了就把身上9批花了 你让人给刷340 折腾不折腾 但是咱也没话说什么 反正我挺懵的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这么花钱的一个方式的 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 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 收拾完了以后 打完包上土豆车回家了 还要在想 他说他剩下只有9批 那一会儿是不是我还得掏车费 结果到地儿了 我掏完我的车费 我看人家从裤头里掏钱 有一百的 有五百的 还有一大把钢被 我就这么的 真的 所以对这件事 我现在都不能理解得了 这咱们菲律宾人 这脑袋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吧 这我就不太纠结了 然后那下车以后 这哥们还跟我说 吹牛逼的 你看我们黑夜色的皮肤 你看这一路上发晒 你这白的 你看你还得把里做是吧 你说怕晒伤了 我说不是 我跟你说 其实黑的又有个问题 什么呢 黑色它吸热 你知道吧 它吸热呢 你看这么热的天 现在菲律宾夏天 这么热的天 对吧 吸热吸多了呀 这他们大脑CPU容易烧坏了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事 如果你非找一正结的话 可能这哥们脑子 是有点不好吃 这可别人支付的这方式 我头一次见 头一次见 真的是太牛逼了 得了 其实给大家扯在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 但非兵的事